那这一期课我们来认识一下A1的一个界面 那首先A1的主界面是由不同的模块化面板拼凸而成的 我们把鼠标放到每个面板之间的一个交汇处 可以直接拖动这些面板来调整它的一个工作区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选中其中一个面板 按数字键左手边的一个飘号键 就可以把当前的这个面板最大化 再次按飘号键就可以把它退出回来 好 那么A1主要是由三个面板组成的 这边是一个项目面板 然后这边是一个合成的面板 然后最下面这一块是一个时间线的面板 然后在右面这一系列的面板是一些辅助的面板 好 在最上面是一个工具栏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项目面板 我们直接双击这个项目面板就可以导入一些素材 好 在这边我们导入一个视频进来 然后把这个视频拖到这个小按钮里面 就可以新建一个合成 好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会多出这样的一个合成出来 那么我们在这个合成面板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了 然后接着我们在这个时间线窗口里面 拖动这个时间线滑块 好 那么就会看到我们的视频在这个合成面板上面的一个展示 那么我们在每个面板这边 都可以看到它有这样的一个小按钮 那么我们选中这个按钮 在这边可以直接关闭掉这个面板 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面板浮动出来 好 点击浮动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随意拖动这个面板 那么我们可以把鼠标放到这个面板的最上面 然后按住鼠标左键不动 可以把它拖到任何一个面板里面 对它进行一个合并 那么我们拖进去之后 看到有这样一个蓝色的区域的提示 那我们放到这边 也就是说这个面板 放到这个合成面板的左手边 好 那么我们继续拖动 这次我们放到它的右边 那么它就会去到合成面板的右边 如果我们把它拖到中间 它就跟合成面板是放在一起 那么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标签的一个切换 好 同样的 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下面 那么它就会去到这个合成面板的一个下面了 那当我们调整了这么多的一个工作区域之后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改变了这个工作区域 不是符合我们的一个要求 那么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窗口 在工作区里面 可以把当前的工作区重置为以保存的一个布局 那么它就会再次回到原来的一个默认的一个布局 那我们还可以制定一个工作区 那假设现在我打开一个做MG动画经常要用到的一个脚本 Motion脚本 好 打开之后 那现在这个Motion脚本是一个浮动的窗口 那我直接点击它 拖动到时间线面板右手边 好 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工作范围 好 那现在假设我想我每次打开A1 我们这个Motion脚本都在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就可以点击窗口工作区 保存为新的工作区 然后对这个工作区进行一个命名 改名为Motion 好 那么在这一边 我们就可以对不同的工作区进行一个切换 那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Motion工作区里面了 好 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切换系统自带的一个做动画的一个工作区 好 还有效果的工作区 还有做文本的一个工作区 那我们直接点击Motion的工作区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一个工作区了 那同样的我们还可以对这些工作区进行一个编辑 我们点击工作区 在这边有一个编辑工作区 好 那假设我现在这个Motion工作区不想要 我们选中它 直接可以点击删除 点击确定 那我们刚才新建的这个Motion工作区就没有了 好 A1的工作界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期课再见 拜拜